后天就是情人节了 联邦调查局FBI提醒民众要小心网络爱情诈骗陷阱 黄荣泉报道 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分局长Robert Tripp表示 网络爱情诈骗几乎每天都发生 借着情人节前夕呼吁民众在使用网络交友要特别谨慎 网络爱情骗子利用人们在约会网站、社交媒体或应用程式 寻找爱情的机会获取个人的资料以及财务资讯 网络爱情诈骗的对象各阶层年龄性别族裔都有 其中60岁以上受害者最多女性又比男性多 根据FBI的报告2023年向FBI网络犯罪投诉中心提出的投诉 旧金山分部管辖范围内的受害者 爱情诈骗损失超过2700万元 其中又以Santa Clara县人数最多 FBI表示不是不鼓励网上交友约会 但要警觉的是不要汇钱给数位谋面的约会网友 Trip表示一旦发现被骗要立刻报警 越晚报警前追回的机会越低 FBI投诉电话是1800callFBI 或是www.ic3.gov 26台记者万络全报道